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泰坦尼克号电影《冰冷海洋中的爱与悲剧》 2.天鹅 胡芭蕾舞 白天鹅的爱与诅咒 3.毕卡索女士肖像 解构至美的艺术革命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泰坦尼克号电影《冰冷海洋中的爱与悲剧》 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 无疑是电影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情感之旅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部《冰冷海洋中的爱与悲剧》 背后的深入见解和有趣故事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部电影的导演詹姆斯·卡梅罗 这位导演可不是一般的勇士 他为了这部电影亲自潜入大西洋深处 探访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可以说他比电影中的杰克还要冒险 只不过他追寻的是历史的真相 而不是露斯的爱情 卡梅隆的这种执着和勇气 让泰坦尼克号在细节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度 接下来我们不得不提的是电影中的两位主角 杰克和露斯他们的爱情故事 可以说是电影史上最浪漫的爱情之一 但你知道吗 在现实生活中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之间 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的友情跨越了电影的屏幕持续至今 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友情 也许是他们在电影中能够如此完美呈现 杰克与露斯之间深情的原因之一 而电影中那句经典台词 我是世界之王 这句话不仅仅是杰克对生活的挑战 也反映了泰坦尼克号在电影界的地位 当年这部电影打破了多项票房记录 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卖座的电影 它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 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更是因为它对人性的深刻探讨和对历史的尊重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电影中的那块木板 是的你没听错 就是杰克和露斯在冰冷海水中漂浮的那块木板 这块木板几乎和电影一样 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 许多人争论那块木板到底能不能同时承载杰克和露斯 这个问题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得到答案 但这恰恰反映了泰坦尼克号的魅力所在 它让我们思考 让我们感动 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冰冷海洋中的爱与悲剧 总之泰坦尼克号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它是一次历史的回望 一次人性的探索 更是一次情感的洗礼 它告诉我们 即使面对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预测 爱依然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天鹅湖芭蕾舞白天鹅的爱与诅咒 天鹅湖是芭蕾舞剧中的皇冠上的明珠 它不仅是芭蕾舞剧的代表作之一 更是全球范围内广为人知的经典之作 这部作品由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音乐 于1877年在莫斯科首演 但让我们先澄清一点 尽管天鹅湖的音乐和舞蹈美得令人窒息 但它的剧情却是建立在一系列不幸的误会和超自然的诅咒之上 这就是古典艺术 朋友们美丽而悲伤就像你最喜欢的情感剧一样 只不过这里的演员们用脚尖说话 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奥杰特的美丽公主 被邪恶的巫师罗斯巴特变成了天鹅 只有在夜晚月光下 它才能恢复人类形态 然而这个诅咒有一个解除的条件 听起来很简单对吧 但在古典文学和艺术中 什么时候寻找真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呢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英雄齐格菲王子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他遇到了变成天鹅的奥杰特 并且你猜怎么着 他立刻就爱上了他 但是巫师罗斯巴特并不打算 让这对恋人轻易地走到一起 他设下了一个陷阱 让齐格菲误以为另一个女子是他心爱的奥杰特 齐格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向那个女子求婚 从而背叛了奥杰特 现在让我们暂停一下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一个穿着紧身衣和芭蕾舞鞋的王子 在月光下对着一个穿着羽毛裙 实际上是只天鹅的女子发誓说 我永远爱你 如果这不是高级浪漫 我不知道什么事 最终这个故事有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奥杰特和齐格菲选择了一起投入湖中 以死亡来抗议这个世界的残酷和不公 他们的爱情虽然短暂 却比许多人一生的爱情都要深刻 天鹅湖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情 背叛和牺牲的故事 它还展示了芭蕾舞者惊人的技巧 柴可夫斯基不朽的音乐 以及那种只有在舞台上才能体验到的魔幻现实主义 每当白天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时 观众就会被带入一个既美丽又残酷的世界 体验到那种只有在最纯粹的艺术形式中 才能找到的情感深度 所以下次当你看天鹅湖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场舞蹈表演 这是一个关于爱希望和牺牲的故事 它提醒我伦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爱和美也能找到它们存在的方式 而且谁不喜欢看一群穿着羽毛裙的人 在舞台上跳舞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毕卡索女士肖像 解构之美的艺术革命 当我们谈到毕卡索 Pablo Picasso 这位20世纪艺术界的巨人 我们不得不提到 他在艺术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解构主义 而在他浩瀚的作品《海洋》中 女士肖像 无疑是一颗闪耀的明珠 它不仅展示了毕卡索的创新精神 更是解构之美的艺术革命的典范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不过毕卡索是一位厨师 那么他的女士肖像 就像是一道被完全解构的法式料理 传统的成分被拆分重新组合 最后呈现在你面前的 是一道既熟悉又陌生的美食 毕卡索就是这样处理他的画作的 他将人物的面部特质 身体部位拆分再重组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 女士肖像不仅仅是一幅画 它是毕卡索对于传统美学的一次大胆挑战 在这幅画中 毕卡索拒绝了传统的透视法和比例感 取而代之的 视而代之的是 有趣的形体和碎片化的面孔 这种手法让人物仿佛 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中同时存在 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有趣的是毕卡索的这种创新 并不是一页之间的灵感闪现 而是他对非洲艺术 原始艺术 以及西班牙民俗艺术深入研究的结果 可以说女士肖像不仅是一幅画 更是一场跨文化的对话 当然毕卡索的这种革命性创作 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有人赞叹他是天才 有人则认为他疯了 毕卡索都用他的女士肖像向世界宣告 艺术没有界限 创新是无止境的 最后我们不妨这样想 毕卡索的女士肖像 就像是一杯调制的恰到好处的鸡尾酒 虽然喝下去的第一口可能让你皱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会开始欣赏其中的层次和深度 那正是解构之美的魅力所在 它挑战我们的视觉习惯 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 总结来说 泰坦尼克号 天鹅湖和毕卡索的女士肖像 都是在各自领域内的经典之作 这些作品通过独特的故事情节 深刻的人物塑造和创新的艺术风格 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并在艺术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不管是在冰冷的海洋中展现的爱与悲剧 舞台上展现的浪漫与诅咒 还是在画布上展现的解构之美 这些作品都让我们思考人性 爱情和艺术的力量 它们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如何看待泰坦尼克号中的爱与悲剧 你们对天鹅湖中的浪漫与诅咒有什么看法 你们如何评价毕卡索的女士肖像中的结构之美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了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